长相亮眼长把披肩 她是云林县府阵风处的 一名无姓女科员 目前申请示亲嫁留职停薪的阶段 不过连阵署近日式接获检举 指称阵风人员涉嫌兼职撞外快 要他们端正别人的阵风之前 先刮自己的胡子 小姐小姐请问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快乐美了 我是Angel 这名女科员在申请示亲嫁 留职停薪之后呢 曾在脸书晒出她照顾外公的合照 摸着阿公的头部 还写下越来越进步的外公 快要可以回家了 那么脸书的网友还纷纷按赞 鼓励祝福她的外公是早日康复 没有想到一段时间之后 女科员就在脸书以及IG 贴出直销的相关讯息 四处兜售使用产品的心得 还兜售了保健食品 那么她短短一个月就赚进了 近期未溯的新台币 消息传回阵风单位呢 引起同事哗然 那么由于她仍具有公职的身份 在外兼职已经涉嫌违法 现在连证署要查办